虽然香港警方早前已经针对今天举行的官复元朗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 声明今天的游行是违法的 但是还是无法阻止示威者走上街头的想法 示威者们纷纷在今天下午聚集到元朗去 抗议7月21号在当地发生的白衣人打人事件 外界开始担心如果这次的游行爆发冲突 甚至是流水事件 将会给香港政府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带来严重的打击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上千名香港示威者就陆续撑着雨伞走上街头 以行动支持光复元朗的游行 从高处望去元朗的马路上 满满都是五颜六色的雨伞阵 而警方方面也出动了大约3000名远警在元朗区戒备 和示威者在马路上展开对峙 严防冲突的发生 不过被示威者团团包围的警车 还是可以看到被涂鸦的痕迹 为了疏散示威者 警方也在急于警告之后发射好几枚催泪弹 由于现场烟雾弥漫 示威者也不得不往四处散去 另外不甘示弱的示威者 也开始向警方投掷物品 造成局面陷入一片混乱 冲突一触即发